休息回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 刚才这一节讲了这个方差 然后下面我们来说一些图表 首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某班40个同学某是数学测验的成绩如下 也是数学测验 然后首先如果你看到这样一堆数字的话 你会有个什么干啥 很乱是不是 然后如果我们对这一堆数据 我们可以算出它平均值 平均分就是7.5 然后标准差是10.8是一指 但是在告诉了你 这两个数字之后 但是你还是对这组数据 它是怎么分布的 它哪个分段比较多的 哪个分段比较少人 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因为看原始数据的话 它只是给一堆数字给你 就显得太凝乱了 在人的脑海里面没有办法 可以给出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一些简单的一个图表 来整理这一堆数字 我们首先讲到的 用到的就是直方图 直方图呢 应该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考点吧 因为大家都有学过 我们现在可以说 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直方图是怎么画的 那么首先要找出这个 这一堆数字里面的 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 确定一下这个数据的范围 我们把这个乘息排序一下之后 得到最大值是95 这最小值是53 所以呢 它的范围就是到53到95这一段范围 然后整体数据将这个数据分成几个组 如果乘息的话 可能会按照这个分段 就比如说是50到60 60到70 70到80 80到90 90到100这几个分段 来划分这个组 然后如果像其他的 可能是什么身高啊 体重啊 也可以具体的按照 它的一个数值范围 然后简单的怕 它们分成5到10组 这个 所以分5组也可以 可以10组也可以 5到10组 其中一个数 就让它比较平均的分 不要出现 就比如说某一组里面是一个数据 都没有落到这个组了 就这样就不太好 就尽量让每一个分组里面都有一些数据是落到这个分组里面的 这样就比较好了 所以就避免分太多 分太少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难以判断出这些数据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好的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成绩 按照这个分组来分成五个组之后 我们可以画 然后列出一个这个平数分布表 比如说成绩 它是50到60分的 我们可以因为这个50跟100 这个分组的50跟100 其实在数据中都没有得到的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大于等于50小于60 也可以分成是大于50小于等于60 这种左开右臂左臂右开就都可以 但是尽量就不能用 比如说第一组个分组是大于等于50小于等于60 第二个就是大于等于60小于等于70 这种是用避免的 因为你60的话 你就不知道分在第一组好呢 还是分在第二组好 所以一般都是采取一个一开一臂的区间 好的 这里我们采用了那个左臂右开的区间 就是大于等于50小于60的 就是5字开头的就有两个 所以呢 它的频数就是2 再看60分段的 你看这里有 2 4 6 8 9 9个 所以就频数就是9了 再看一下70分段 你看这里就出现了70这个 所以一定要确定它是左开右臂还是左臂右开的 如果分组采取的是左开右臂的话 那其实就将分到60到70这一组了 但是现在采取的是左臂右开的话 所以这里呢 70呢 70呢 就分到了80 70到80了 这一组 你看7字头都有 2 4 6 8 10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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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4 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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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8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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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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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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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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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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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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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句,主句又是什么呢?主句就是每个分组的一个集场 比如说,这分组是50分到60分,就是这个主句就是60.50 就是了,所以它的重坐标呢,会是 这一组的重坐标会是0.05,再处于是,就是0.005 0.005,然后意识类推 其实这个频率分布值班图和这个频率分布值班图,它的分布其实还蛮像的 只是它的重坐标有所不一样 频率分布值班图好像也是高中数学也有学过的吧 可能频率的话会是更常用的情况,一般人更容易理解 因为没有这个处于主句的话,可以直接从这个高度去比较 而这个频率呢,可以是从这个矩形的面积去比较它们的分布 那个大小 好了,讲完直方图,我们其实还有另一种图 图表也可以大致的呈现这个数据分布 它叫做相限图 相限图可能大家就比较陌生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图呢,就是刚才40个同学的成绩所画出来的相限图 要看懂相限图呢,必须先知道一些专业的名词 就是下式分位数 这个下式分位数呢,一般我们用Q1去表示 它是将所有的数据从小到大 按顺序盘,注意是从小到大 这次就不再是没有大小顺序的之分了 一定要从小到大 按照这个从小到大的顺序盘列呢 排在第25%的位置 叫做下式分位数 或者是排在第1分的位置 就是数字 然后上式分位数呢,叫Q3 也是将所有的数据按照这个从小到大的顺序去盘列 然后排在75%的位置的那个数字呢 就是下上式分位数Q3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四分位句 叫做IQR 其实就等于Q3-Q1 这也是很让数据离散程度的一个统计量 但是不太常用 可能比较会在这个相线图里面有用到 然后还有一场点 一场点的判断呢 就是小于这个Q1减去1.5倍的IQR 也就是说 这个下式分位数减去1.5倍的四分位句 小于这个的 或者是大于这个Q3加上1.5 乘以IQR的值 就叫做异常点 在这个相线图里面的定义异常点 就是这个定义 可能会跟后面我们学到的异常点定义有所不一样 然后上边缘呢 上边缘和下边缘呢 都是要把异常点排除在外的 上边缘呢 就是把异常点排除在外的数据里面的最大值 然后下边缘呢 是把这个异常点排除在外的最小值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刚才那组数据 也是这40个同学的成绩 然后我们 求出Q1 是69 Q3 是86.5 这.5是怎么来的 因为后半段 后半段可能会有一个 也是像中位数一样 处于这个75%的位置的 可能会是两个数字 所以这时候 Q3也是这两个数字的算数平均数 然后这个IQR 数分位距呢 就是上次分位数减去下次分位数 就是17.5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数据 有没有异常点 Q1减去1.5 乘以IQR 就是42.75 很明显 这组数据最小值呢 就是53 没有小于这个 Q1减去1.5 乘以IQR的值 Q3 加上1.5乘以IQR 是112.75 也很明显 我们的这组分数中最高的是95 所以呢 也没有大于这个112.75的值 所以在这组数据里面呢 它是没有异常点的 所以它的上边缘呢 就是95 下边缘呢 就是52 去看回刚才的图 这里呢 上边缘就是95 这一条 然后这里呢 下边缘就是 最小值53 然后这个中间 比较粗的这个呢 代表的是中位数 中位数的话 刚才没有求出来 没有这个 这边这一条 这箱子 右边这一条 这是Q3 上市分位数 所以我刚才求出来的是 86.5 然后Q1 这是 69 可以看出 其实在这个箱子里面呢 是包含了 这组数据50%的 也就是一半的数据 分数据在这里 看出这个箱子 它范围不算太大 所以说 这个数据 还算比较集中的 然后这 曲线部分呢 有四分之一的数据 在这里 这 曲线还是比较短的 所以 这里的数据 还是比较集中的 在这部分的数据呢 就比较分散了 可以看出这个 曲线比较长 这个位置比较长 所以可以看出 它的数据的分布呢 是稍微的偏重于高分段 这一部分 在低分段 有人在60啊 或者低于60的 数量比较少 这是箱线图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数据 来教一下怎么简单的画一个箱线图 嗯 刚才40个数据实在太多了 而且 他们数字也 稍微有点大 我们简单的 用这一组 8 2 3 7 4 9 9 43 这是数据来简单的 做一个例子 首先 我们把它排序 从小到大排序 这里一共有 这个 十 十个数字 所以呢 中间位置这里 就是四和六 中位数就是四和六的一个算数平均数就是五了 这个中位数 我们可以在数轴上把五标出来 把五标出来 然后分别在找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中位数 也就是下四分位数和上四分位数 你看 这个刚才这个五在这里 前半部分就是这里 23344 23344的中位数就是三 这三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下四分位数 然后再看后半部分 后半部分就是这里 后半部分的中位数也就是我们要找的上四分位数 也就是说看出后半部分 六七八九九的中位数就是八 所以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就是八和三 把八标出来 把三标出来 这时候找出了上四分位数 下四分位数 还有中位数字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范围下四分位数和上四分位数画一个矩形 画一个这样的矩形 然后再在矩形中位数这里画一个比较粗的数线 表示这个中位数 表示这个中位数的位置 那么这个矩形就是箱线图里面的箱子了 这个箱子呢就包含了这一组数据 一半的数据都分布在这个箱子里面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组数据到底有没有异常点 刚才除处的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的距离呢 8-3呢就是5 所以3-1.5乘以5 就是-4.5 很明显就没有小于-4.5的数 这个8加1.5乘以8-3 就是15.5 也很明显没有大于15.5 就这样的数字 所以这一组数据里面呢 就没有异常点 如果有异常点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空心的圆圈 像这样子的把它标出来 说明这是一个异常值 然后既然没有异常点的话 这组数据的最小值 就是下边缘就是2 这个数据的最大值就是上边缘就是9 还有在2跟9这里各画一条数线 然后再从这个箱子两边画一个箭头过去 这个箱线图就画完了 其实比较简单 这个上四分位数的和下四分位数的找法也不难 是先找中位数 然后再找前半部分的中位数和后半部分的中位数 重要的是不要忘了要判断有没有异常点的存在 如果有异常点的存在的话 那么数据的最大值就不一定是上边缘 最小值也不一定是下边缘 我们来介绍下面来介绍一种更加简单的看出数据分布的一个图表 叫做净页图 净页图它的优点就是可以保留所有的数据信息 还可以直观的显示出这个数据的分布情话 而且你有什么三减数据或者叫增加数据的话 可以直接在净页图上面操作比较简单 特别是增加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就是上面40个成绩的净页图 左边这里56789我们叫做净 后面的这些331133什么什么的 就叫做这个净页图的叶子 其实我们把这个净页图旋转90度 就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直方图的图 看一下这个图跟直方图比较 是不是在这80分段的是最多的 所以它也是最高的 这70分段的比较少 然后60分段的 跟这里的高度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纪念图也是可以比较直观的 观察出这个数据的分布情况 而且还可以保留全部的数据信息没有损失 你看在这里 如果你画一个直方图的话 你就不知道原始数据是怎样 但是净页图可以保留下来 净页图的画法也比较简单 首先要将数据分为净和页两部分 你看这里都是两位数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十位数上的数字呢 就分为净的部分 各位上的数字呢 就标为这个叶子的部分 你可以看出 这净呢有五六七八九 这五个数字 所以将将这个净的部分呢 从小到大 从上到下写下来 就这样子 五六七八 然后再在这个净的后面 画一条竖线 后面呢就把叶子添上去 比如说你这里有五十三五十三 五对应的叶子有三和三 你就在五的右边写上两个三 然后再看六十六字头这里 六十一六十一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七六七六九六十九 然后呢你就把这里有六 是六的这个净的部分对应的叶子写在六的右边 所以就有一一三六七七九九九 就有了后面这一堆数字 所以其实从净页图上看出 他原来的数据就是五三五十三六十一六十一六十三 这样子 后面的也是一一次内推 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叶子加上去 就可以得到了这个净页图 操作比较简单 也是可以直观的看出数据分布的一种图 而且如果你有什么数据要加 比如说你在这里五十三 后面有个同学是五十九的 诺记了它的成绩 那你这里加了五十九之后 你可以在三的后面多加一个九在这个位置 完全不影响原来的净页图可以 所以说净页图呢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它也有缺陷所在 比如说你是三位数的话 而且是一百到九百九十九的三位数的话 你这个净的部分或叶的部分就不好分了 如果你将百位分成这个净 十位和个位分成叶的话 就会显得有点乱的 而且会显得比较多 但如果你将百位和十位分成这个净的部分的话 你净就会非常非常多 一长串下来 就会出现那些可能有的部分是没有的 没有叶子的 这样就不好 所以净页图它也有它的局限所在 但是像这种两位数的或者是身高这种 一般开头就是都是一百多的 三位数的话都可以使用这种净页图 然后我们看到下面看到这个图呢 叫做线图 它是一个广州一手楼房价走势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个线图呢 就是以这个时间作为这个横坐标 然后这个需要表现它走势的一个变量 作为它的重坐标 可以反映这个变量 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 你看一下 这里这个重坐标呢 就是一手楼的房价 从这个13年的3月开始 到这个14年的2月的一个价格 可以看出整体上呢 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趋势 比如说可能在将来楼价 还会继续的慢慢的涨上去 将来的是 也可能是持续这种平稳的状态 继续在这里附近上下波动也可能 但是在这种时间里面 它是呈现一个整体的缓慢的上升趋势 那对比一一手楼的房价走势 二手楼的房价走势 在13年的11月开始就可以看出一个 非常稳步的上涨趋势 甚至比一手楼的均价还要高了 二手楼 所以其实如果从这种情况来看 那我们可以预计它在一段时间内 它都是这个房价还是持续上升的 你看一下 这个 一个比较稳步上升的趋势 看出某个变量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趋势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柱形图 这个柱形图呢 是显示一段时间内数据的变化 或显示各项之间的比较情况 其实柱形图跟这个 线图也有相同的功能 它可以显示这个变量在一段时间内的 一个走势情况 但是它比线图更好的就是 它可以在一组类 可以比较不同类型的项目之间的情况 比如说看一下这个 这边这幅柱形图 它的横桌标一言是时间 9月10月11月12月 然后它的 在9月这一部分里 它表现了市场需求 A部门 B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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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任务的完成量 可以在同一个月份里面 比较不同部门的 之间的 任务的完成量 你看一下 在9月份这里 我们之前就是 C部门的完成量 而且 比那个市场需求要高出很多 然后到了 比如说到了11月 反而是A部门追上来了 A部门从9月份是一个最低的 到了11月份已经最高了 也可以从这样一个单独的看 A部门从9月 从9月10月11月12月单独的看A部门的 原本是比这市场需求要低的 慢慢的追上来 然后到11月份就比市场部门要高了 而且比同一时期的其他部门都要高 然后到了12月又一次回落 所以呢 柱形图就是可以 既比较 你一个部门 不同时间的一个走势 也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比较不同部门的一个 情况 这就是柱形图 然后有同学说 可能好像柱形图看起来跟直方图有点像 特别是如果这里只有一个部门 只有一个柱子 所以9月只有一个柱子 10月只有一个柱子 11月也只有一个柱子 12月也只有一个柱子的话 跟这个直方图看起来就真的很像 但是其实柱形图和直方图之间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从这个横坐标上面来看呢 就上面这个直方图呢 是一个同一个变量的分组的一个划分 柱形图呢 这是不同组别 它不一定是时间 有可能是不同人 比如说这个图 它是不同人的一个年龄 三三米四王五这样子 所以呢 直方图是同一个变量 但是柱形图则是不同的组别 不同的变量 而从这个作用上来看呢 直方图是显示同一组数据的分布情况 而柱形图则更多的用于 比较不同组别之间的数据差异 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把这个柱形图 和直方图搞困了哦 接下来我们就将介绍这一次 课最后一个表图 就是柄图了 柄图呢 就是根据各项所占的百分比 就可以决定这个项目在这个柄图中 扇形的面积 柄图比较简单一种通俗明瞭 而且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每个项目 占的比例的大小 比如说在这个上面这幅 支出图中 你可以看到 支出比较重要的一个是 这个旅游娱乐 还有这个餐饮 这两大方面 下面这幅图中呢 这个交易面积要主要在这个 凤贤区 南葵区 嘉定区 还有宝山区 这四个区里面 占的比较比较大 所以 丙图 其实 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 在这个支付宝 支付宝 那个新推出的对账单里面 就采用了一个丙图来表示 这个每月的支出 还有每月的收入 比如说在下面这个支出图里面 可能比较多的支出是用于这个信用卡 然后收入呢 很多就是来源于转账 这几个方面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 适当的运用一些统计图表 可以更加生动形象的说明问题 不再是单纯的数字的描述 比如说在有一堆原始数据 还有一个没画过的图表给你 我们人会可能第一时间就留意到那个图 而不是那堆数字了 然后今天所介绍到的这些 柄图啊 柱形图啊 直方图 线图 还有纪念图 相线图 等等等等 其实都可以在一般的统计软件里面 有特定的函数可以去画出来的 比如说在R里面 相信学过R的都知道怎么画出相应的图 这周的课程呢 大概就这样子 这是我第一次讲课 如果有讲的不好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课后给我留言提一下意见 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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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